《龙珠超》,《贝吉塔偷视比鲁斯》,掌握神迹,实力不输自在即义悟空。 日本动漫《龙珠超》漫画剧情中,孙悟空已经掌握了自在即义功,而贝吉塔还停留在超深蓝形态。 从孙悟空和贝吉塔与摩罗的战斗来看,摩罗可以轻易打败贝吉塔。 如此一来,贝吉塔的实力落后孙悟空很多。 那么,贝吉塔该如何追悄自在即义功的孙悟空呢? 比鲁斯的星球,孙悟空、贝吉塔、维斯和比鲁斯都在。 寓言鱼的睡眠不好,孙悟空抓到寓言鱼,维斯帮助寓言鱼进入睡眠状态。 寓言鱼变得睡眠不足,象征住未来要发生坏事的前兆,孙悟空觉得无所谓,期待再次遇到强大的对手,比鲁斯抱怨孙悟空总给自己惹麻烦。 维斯对孙悟空进行修炼,孙悟空直接开启自在即义功,维斯摆出战斗架势,几个回合下来,维斯让一只手的情况下,还是轻易打败孙悟空。 自在即义功也有强弱之分,维斯比梅尔斯的强,大神官又比维斯更强, 天使的常态就是自在即义功。 孙悟空觉得自己是自在即义功使用最差的人,说明孙悟空还有很多修炼的鱼的。 贝吉他只能看住孙悟空和维斯战斗,贝吉他的实力比孙悟空差了很多,贝吉他插不了手。 比鲁尔斯调侃贝吉他为何不学自在即义功,贝吉他放弃学习自在即义功,要用别的方法超越孙悟空。 比鲁尔斯竟然认同贝吉他的话,贝吉他提到什么招数不是只有自在即义功,还有别的招数可以超过孙悟空。 自在即义功是和内心平静的人修炼,贝吉他显然不合适,比鲁尔斯拥有破坏神的厉害招式,贝吉他想要拜师比鲁尔斯,被拒绝了,但允许贝吉他偷学,相当于偷师了。 从比鲁尔斯说的话来看,破坏神比鲁尔斯的实力依然很强,比自在即义功的孙悟空更强,怪不得孙悟空和摩罗战斗的时候。 两人不相上下的情况下,比鲁尔斯打算出手消灭摩罗,说明比鲁尔斯的实力在摩罗之上,而天使维斯用一根手指挡下摩罗的攻击,自在即义功孙悟空的实力比维斯差了好远。 龙珠超新篇章幸存者格兰诺拉剧情已经开始,强敌的实力不会在孙悟空之下,贝吉他的实力急需大幅度提升。 目前来看,贝吉他要掌握破坏神的新技能,说明贝吉他要走破坏神的路线了,掌握神技后,实力不输自在即义悟空。 好了,本期就说到这里,有不同观点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,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动漫分析,请大家记得点赞关注哦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